我們可以隨時利用地圖想要去一些地方 可是有火欸 在冒煙請讓我進去取點火種好嗎 好嗎 可惡的烏鴉請不要這樣配音笑給我好不好 就是在說不好嘛 這是喬家菜單 一點人都沒有欸 阿騎喜歡這裡的音樂欸 這個藍調 這算是藍調嗎還是什麼 爵士 慵懶的那種感覺 呃 Pretty Sophie 完了卡關了 天啊 救救我 還想說剛才還蠻順的對不對 可是就開始又卡關了 阿騰騰騰 我想想 我想想 教堂沒有聲響 好 然後 然後 恩 恩 卡車馬 然後 然後 髒亂差 為什麼這裡是 這裡就到底了嗎 沒想到嗎 那是 我心想問你 會有慶容 對 好久不見 兔子還是那個 擋球千抽抽板 新奇的剔圖應該可以讓我拿一下 然後去那個啊 嗯 好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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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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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背個迷思索 我弄騙到了就是我要走到那邊才一定能打開一些東西 好 這樣應該就可以 嗯 按 把那個樓上的開關打開了對不對 我還想說要用以前的邏輯去 去找火把之類的 望遠鏡 望遠鏡能幹嘛 一包垃圾而已 然後我知道 去那個 差點被砸死的地方去做觀測 不知道要觀測些什麼東西 可是我還是必須要先 離開這個家 這太奇妙了 這個字這樣 有我自己有稍微做一點心理暗示 不要再被那個 低情聲嚇到一下下 對還是有點嚇人喔 對我來講 對 音效整體的氣氛做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是角折彎對不對 我們剛才已經 已經把石頭弄好了 你不要再炸一次喔 像是剛才那個狼 我相信應該是bug 還是怎麼樣 還是他已經躲在那邊很久 我想要就是要吃我 我猜應該是這裡啦 開啟我 微弱的大腦 看什麼 嗯 那像個雞尾 我要看看我能不能到那裡去 欸 欸 墜機喔 就是跟你之前的 事情嗎 這就是我回憶中 脊落的 喔 死了內 天 他死了 我的小夥伴嗎 你好了捷克 喂 我醒來之後發現頭上有一道狼藉的傷口 我現在是在牢房中是不是 這就是 老大一開始就應該讓我殺了捷克 他到底幹嘛去了這麼長時間 我會從背後偷襲嗎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我們又沒有武器 然後他 接近他他就被他幹掉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 在這次 沒有一個人 又不應該 但 kita繼續 你沒有報仇 我 當然 我想 實話 這次 怎麼能讓我們 我們 我摺斷他的脖子 我又不知道會這樣 我應該收一下聲在離開 我還蠻厲害的欸 我是殭屍嗎 我被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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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 啊 我們的家是不是 這樣就可以拿到我們家的那一本書了 我們既沒有工具的話 我們 我們沒有槌子 可是我們有槍 可以把那個東西給打開 射開 新工作晚上八點去 科爾城找佛蘭克 用一枚炸彈做什麼 金泉屋 格林威治五三 梅森塔 死五層 蛤 喔 多了新地圖欸 我是要了結這一切嗎 就是我本來是 黑幫 就是有的沒有的 可是我現在 我看到我媽媽已經 對 捷克你怎麼來這裡 佛蘭克去哪裡了 高個子 中等身材 灰白頭髮 有口氣 是的 嗯 是的 他完全沒有記得 他完全沒有記得 他的夥伴的名字 是不是 捷克聽我解釋 請 請盡力 最後的遺言嗎 你是為我工作 傑克 我讓你和佛蘭克 追蹤一個叫做羅 傑 傑羅德的人 他到處跟別人說這 這縣城裡有一枚炸彈 確切的說是一枚原子彈 原子彈 原子彈 是啊 你和佛蘭克成功的找到了羅傑 傑羅德 然後 呃 然後我威脅他不給我 多少錢啊 這已經是五千萬了欸 我就引爆他 他們 付錢了嗎 哦 是啊 他們付了 但沒有來得及疏散整個縣城的人 哈哈哈哈 我注意到 有些安靜 我的記憶怎麼了 你變得貪然的傑克 想要一半的錢 所以佛蘭克給你下了藥 將你堆在裡杜拜 那種藥會抹掉你的記憶 看來藥效還是不怎麼樣嘛 我還記得一些事情佛蘭克 傑羅德 那為什麼不直接殺了我 你的確挺混蛋的和傑克 不過我喜歡你 我就是下不了手 那現在怎麼找傑克 我真的給你一半怎麼樣啊 錢還有用嗎 我們來撤離姐姐這件事吧 你背叛了我 啊 黑幫人那一套嗎 我看到他的長官 誰啊 也許我應該將錢拿走 我就能重新開始了 搬到夏威夷去 娶個老婆 生個孩子 黑吃黑 結果被真正的所謂的 這個世道的正義 給幹掉喔 這樣嗎 一個恐怖分子和一個蝦人犯 那樣子殺了市民 他是誰長官 他的名字是傑克布萊頓 他和他的妻子帶著兩個孩子 在夏威夷 那他是怎麼入到這種下場的呢 長官 金錢 他人來 誰知道呢 Danny 國 美國 軍 隊 我一點 一點茫然耶 歐瓦咧 這是一個 黑幫 黑幫之間的故事 只是我覺得他的設計上 並沒有太多的讓 觀眾了解到 很多事情耶 所以我有點不太清楚 這個故事的架構是什麼 外加我只要實況說 腦袋的 旋轉速度會變差 所以有點不太 更加的無法理解 現在有什麼狀況 可是我覺得以 整體玩下來還不錯啊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 雖然他超速上你會有點小小的 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是 這一款還蠻 有趣的小遊戲 不要以故事性來講的話 他穿插在一些些 一些些要素 可能是要告訴我們什麼 可是可能沒有一些 像最近玩的 莉亞之類的 那麼強大的 深度 對 好啦 那這款遊戲 依舊推薦給大家 對 嗯 好啦 那就這樣囉 那我們就是 一樣 如果收到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可以訂閱我 或是點個喜歡 那我們就是 下款遊戲再見囉 See you 掰掰 中文字幕測定